自从大S和汪小菲离婚之后 两人在互联网上就经常公开互私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大S每一次在互私的时候 都是通过互联网发文 又或者是通过自己的经纪人 在发文之后 也从来没有在大家面前露过脸 这也让大家纷纷猜测 大S的身体是不是出什么 因为在这之前 大S是很喜欢在镜头面前找存在感的 结果在结束上一段感情 开启下一段感情之后 就如同变了一个人似的 这也让人很难相信 不过就在这段时间 大S或许是为了支持自己老公的事业发展 他竟然罕见的去到了画展 看到大S露脸后 无数粉丝都感到震惊 纷纷拿起手机 想要和大S拍照 结果这时候的大S 面对镜头没有了之前那种自信 反而极其的害羞 不愿意让镜头对准自己 这样的情况在之前是极其罕见的 大S作为一个女明星 各种大场面都见过 怎么可能在镜头面前怯场呢 因此许多网友都觉得和聚俊叶结婚的这段时间 大S肯定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网友评论一边道 前夫想要求和大S从未露脸回应 大S和汪小飞的故事 那真的是闹得全网人尽皆知 娱乐圈许多夫妻在离婚之后 再怎么样 为了小孩也不会撕破脸皮 但大S和汪小飞却是一个例外 他们恨不得把对方的底裤都给扒下来 在大S看来 汪小飞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所以他经常会在互联网上爆料 疯狂地说汪小飞的不是 汪小飞看到这样的情况 自然也不会容忍 不仅爆料大S的一些消息 还把大S母亲以及小S的消息全都爆料了出来 这也让这对姐妹花在台湾的区的口碑急剧下降 当年在两人离婚之后 大S立马就一情别恋了 找到自己的初恋 这样的事情发生后 许多人都为汪小飞打抱不平 觉得这件事情肯定和大S婚内出轨有关 当然 大S也不会承认大S对外一直表示 自己之所以会和聚俊叶重新联系上 只是因为一通电话 在这之前 两人没有任何的联系 不过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大S还没有和汪小飞离婚的时候 他和聚俊叶的IP地址就多次同步 这也真的让人很不可思议 在这之后 两人的骂战也开始不断的升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虽说骂战一直升级 大S从来就没有露过脸 都是用自己的经纪人 以及社交账号发文 从来就没有露脸回应过汪小飞的任何事情 当时也有许多媒体爆料 大S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 还有就是在前段时间 大S的前夫又跑出来作妖了 汪小飞在社交账号表示 如果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 自己肯定会好好感谢大S 大S不幸福 当事人疯狂反驳 还说以后希望能够和大S重新在一起 一定会对大S好的 并且他还透露出一个重磅消息 那就是大S和巨俊叶在一起过得并不是很幸福 说大S的身体出现问题后 巨俊叶直接不管不顾一个人跑到韩国的区逍遥快活了 当时这样的消息被爆出来的时候 许多人都觉得大S如果能够重新回到汪小飞身边的话 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网上还有许多声音在疯狂地吐槽巨俊叶 觉得巨俊叶既然选择和大S在一起 就要好好照顾大S 网上对巨俊叶的声音之所以这么不友好 是因为每一次在大S和汪小飞互私的时候 作为大S的现任老公 巨俊叶从来就没有正面回应过这些事情 始终是把自己的妻子推在第一位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一次的巨俊叶会继续懦弱下去的时候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巨俊叶举办了一个画展 在画展里也对大S的前夫进行了明朝暗讽 巨俊叶先是表示大S现在的身体确实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但自己一直在身边细心地照顾妻子 从来不存在妻子在家难受 自己在外面逍遥快活的说法 接下来 巨俊叶还表示 自己每次外出工作的时候都不会忘记大S还在家 出去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还说自己和大S的感情非常要好 压根就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 前段时间大S还去了韩国和婆婆处的也相当的好 不需要大家来担心这一些琐事 大S罕见露脸状况不如从前 只不过对于这样的声音还是有一大部分网友不愿意相信的 因为很多网友发现巨俊叶所说的还存在一些造假的情况 巨俊叶之前表示自己去外面工作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天 但问题是 很多时候他去美国工作 怎么可能两天就赶回来呢 在大家都以为巨俊叶故意拿大S炒作的时候 许久没有露脸的大S竟然出现在了镜头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 在大S之前 没有露脸的时候 网上一直有声音说大S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并重到没办法出门了 但这一次他却出现了 从这也可以看出网上的声音并不是所有都可以相信的 据说大S这一次露脸也和巨俊叶有着莫大的关系 是为了支持老公的画展 如果说情况真的属实的话 那也能够证明夫妻俩的感情是相当不错的 大家都以为许久没有露脸的大S重新出现在观众面前 肯定会精心打扮一下 但是时却恰恰相反 大S这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 相当的低调 穿的衣服也和素人一样 而且还有网友发现 在合影留念的时候 大S的亲人全都去到了巨俊叶的画展面前 进行了合影 但大S并不愿意去合影 直接躲在人群里边默默地看着 身边也有人告诉大S 让他去拍几张照 但大S也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表示现在的自己不喜欢被镜头给对着 之所以媒体会发现这一次大S去到了画展 那还是从巨俊叶的合照里边看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也是通过反光才看得见 从照片里边可以看到 大S打扮非常的低调 似乎并不喜欢被别人认出来一样 脸上笑容也极其的明显 从这也可以看出 大S并没有网上所说的那样发福发胖 还有网友表示 如果大S真的身患重病的话 那又怎么可能出现在大众面前呢 面对镜头竟然胆怯 网友直呼不理解 不过 网友看到大S不愿意和身边的这一些合影 也十分的好奇 纷纷在社交账号下评论 看看大S为什么和巨俊叶在一起之后 就不愿意在镜头面前露脸了 莫非说巨俊叶和大S在一起的这段期间 一直在不断地破大S 导致大S失去了自信吗 但也有网友觉得 肯定大S也觉得巨俊叶画的这一些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因为巨俊叶社交账号下的评论权都是说这一些画 只要学过画画基本功的就全都会画 不过确实在西看巨俊叶画的这几幅画 也可以看出艺术含量还真的不是很高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孩子在上面胡乱涂了一下就搞在画展上 而且当时还有悉心的网友发现 去到巨俊叶画展的人数量真的不多 大部分都是大S之前的朋友 因此很多网友都觉得这一些人其实是为了大S的脸面才来的 如果说大S没有和巨俊叶走在一起的话 或许这一个画展压根都没有什么人愿意来看 毕竟巨俊叶在全网的名期还是没有大S那么大的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巨俊叶是为了大S才跑去画钻石画的 因为大S不仅一次在节目上透露过自己很喜欢钻石 巨俊叶还表示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一幅钻石画 就是要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的 但也有人觉得这样的套路只是和敷衍小女孩 大S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 她和汪小菲在一起的时候 汪小菲给大S准备的结婚纪念日 礼物都价值好几百万 结果现在到了巨俊叶这里 随便拿一幅画就出来敷衍大S 只不过从大S的表情和她的行为来看的话 对这一幅画 她似乎是特别的满意 许多网友都觉得 大S或许当年爱汪小菲并没有这么爱 因为那时候的汪小菲为了满足大S的需求 那真的是亲近所有 但两人还是走向了婚姻的结尾 巨俊叶和汪小菲来比的话 不管是口碑还是明妻 都比不过她 但大S就是爱得死去活来 你觉得大S和巨俊叶在一起会一直幸福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